启示录第五章 我看见座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研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 张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派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印, 就是神的欺礼,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这羔羔羊前来, 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乡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 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 且听见宝座与活物病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树木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从被杀的高养是 赢得权敏,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送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 送赞, 尊贵, 荣耀, 权势, 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赐活物就说, 阿们。 众长老也俯伏敬拜。